文件中小姐好生气控诉自己当二房东 出钱翻新老旧套房 却是为他人做家一 实际上他就是租不好就对了 他自己也不会租 那我们接手的时候 也有好多户要退租了 秀出装潢前后对比 这间七层楼的电梯大厦 位于东海大学商圈里 61间套房原本老旧阴暗 经过拉皮变成王美房 但中小姐控诉自己 2019年和屋主签订五年的 包租贷款契约 砸下390万元装潢 但不到一年时间 就被屋主解约收回 让他损失450万 但鸿杏屋主反控 是对方未经同意战自装修 有妥欠租金才会提告解约 而且自己已经胜诉 装潢好 那我大概两三个月 我也是就满租了 也自己觉得怎么那么扯 怎么那么会租 隔一个礼拜 他就寄存人家 修缩费啊 还有税金啊 扣他租金的事情 那些扣脚平当啊 为什么要扣啊 租金的事情 他觉得他很不开心 中小姐怒控 屋主不愿负担 后续修缮费用 用眼红单肩 租金3000 账到5000 想拿回去自己出租 不但扣留押金 还霸占装潢 但鸿杏屋主也出面反控 他租借超过两个月以上的租金 他这里面做了所谓的一些装修 有蛮多是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我们这个是已经法院判决结束的东西 对于他的一些遗留物啊 相关的一些物品 我们已经吹靠了他恩赐 要来取红 他也都一直不来 红杏屋主强调自己是合法解约 但中小姐认为判决有误 这场大房东和二房东大战 俨然成为罗生门 3月6日